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的军武短打,想和大家谈谈 《安田文龙》宣布,日本会比中国更鲜 未来会再人登月,消息一出也是挺震撼的 当然也有cover到军事太空的战略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宇宙卫队 除了看电影之外,日本很积极开拓太空的安全 究竟对他们的国家安全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但开始之前,大家记得高台贵手指 帮忙按一按个like 麻烦大家用0.1秒时按一下 就可以支持到我们的台 在推荐频道上更加给其他朋友见到 如果未按铃铃,麻烦你按一下 就可以即时收到我们节目更新的通知 说起,日本似乎抢中国头淡汤来做 大家也知道中国有他们的登月计划 之前也有派到太空船上去 在月球表面採集土壤的阳本 现在太空竞赛白热化阶段 日本政府的宇宙开发战力总部 在他们的首相官邸开会 开会后,你见到首相出来的讨论 正式修改他们本身的计划 计划收改后,可以在2020年代 即是10年后半期 即是2025年之后 实现日本人的太空人登月 这个都可以再入市策 现在我们见到最早的是美国 前苏联一直没有派人登月 理论上他们都是最有条件 计算美国之后能登月的国家 但前苏联没有这样做 美国做了之后 一直很久都没有派人登月 所以如果日本人上去 绝对是第二个 即是这个历史性 亦是宇宙开发中的一个发达国家 当然中国本身的探月计划 我们相信应该按照计划 大概是2030年或者把后 然后就会登陆月球的情况 现在我们见到 他们都是基本上依照着 美国科技 甚至乎有机会整件事 都可能会在美国技术下完成 岸田文雄都会重新 如何实现日本太空人登月的目标 当然大家都知道太空是 我们人类的希望 我们梦想的前缘 经济安全保障观点 都是重要的 基本上你都见到 太空是一个很advanced的领域 他们也提到 The Quad 即是四方安全对话里面的框架 无论是美国、日本、 澳洲和印度 如何推动太空领域的合作和发展 主要我们提到日本 主要是日本 他们也参与了 Altimus 就是Altimus 在这个条约里面 Altimus 这个条约有很多国家 例如阿联游 美国、日本等 亦都是探讨如何推进 去环绕月亮和登陆月亮等 这些计划 现在目标由美国的NASA牵头 看看2025年如何 可以派行到太空人登陆月球 招募很多不同的国家 日本就必定会参与 在日本 他们自己的日本宇宙航空开发机构 叫JAZZA 这个亦都在今个月开始 要招募太空人 看看有没有机会 太空人可能登月 再加上之前 有些富豪 建议可不可以找8位成员 然后大家一起坐Elon Musk 登月艇 环绕月球一周的壮举 你看到日本也有夜心 尽快派太空人 甚至乎登月 我们相信新一轮的太空竞赛 计算美苏以前的太空竞赛之后 似乎现在静悄悄点燃了 说到日本参加不同地方的太空事务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你看到日本首先有参加过 国际太空站上有很多不同的运作 以及日本也很依赖 现在不同的太空系统 协助他们的国家去运作 发展等等 他们也打算发展 他们的天璣防御系统 如果发展这个系统 应该计算美国之后 他们可以发展到一个 在外太空探测彈道导弹 或者外来导弹威胁 影响到日本本土的防御系统 主要也有观察到日本有日本自己的太空军的情况 亦容计日本的行自卫队设立太空领域的单位 其实人数不多 一开始只有20人 但就像美国太空军那样 慢慢进行抗战的情况 而日本自卫队也由发射一粒X波段的通讯维星 做我们经常说的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ing ISR 即我们俗称的X波ISR 这些基础设施将它进行现代化 亦派出他们一个准天顶的卫星系统 我们叫QZSS 这个卫星导航 这个卫星导航很明显作为GPS的后备 所以你会观察 其实日本在太空事业上 这方面完全是不落后 甚至在开发天机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后 他们会严密地监测整个太空的环境 他们的太空领域单位位于日本的空军基地 主要是确保和平时期 甚至在武装爆发冲突时 都能够用到太空的优势 他们这个单位在2023年左右 就会开始营运投入 还有日本也有反卫星系统的能力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少日本的情况 反卫星系统 你会观察到包括中国 2007年的时候 用了一个北约的代号 F-C-19 我们来看看应该是红旗系统 我相信应该是红旗系统 应该是红旗系统 是红旗系统的开发导弹 攻击一些违星的拦截 做了一次反卫星的实验 俄罗斯做过的 美国以前用F-15戴的弹 亦都试过做过 当然会有很多碎片 散落在轨道上 亦都蛮麻烦的 你看到美国这边 基本上都会有留意到 究竟他们会做什么反卫星的武器 以及北京的莫斯科 两边的政府 亦都持续研究激光的 卫星对抗设施 这些反卫星武器 其实对美国 甚至乎现在发展的日本 都会有一点危险 因为它的发展 即是反卫星武器 可以打到地球静止轨道 我们说35,000公里 高度都挺高的 智慧队本身的X波段 我们刚才提到 QZSS的卫星 就是这个高度 我们也不计 印度也有发展到 Mk2 ASAT 也是有反卫星能力的情况下 其实现在整个太空领域 都真是很复杂 很繁忙 都已经不是太空垃圾的问题 反卫星武器都在威胁各国的空丘 太空丘内的问题 而空间碎片 老实在中国之前也有投诉 就是他们的中国太空站 在上面要两次机动规备 规备一些太空碎片 那些太空碎片甚至乎 有机会投诉来自星链 即是以Elon Musk的Starlink 他们的卫星有没有机会 会进入到中国空站附近 从而影响到空站的运作 虽然我们这样听下去 未必那么则 因为理论上 就算你有这么多卫星 理论上 各有各行道和他们的计算 他们会重叠座卖的机会 在太空来说是很小的机会 不过小又不代表没有 所以提交上联合国的时候 大家觉得会比较奇怪 而且也说 中国的严正抗议 要美国重视 要约束自己国外企业的太空活动 但现在这个究竟有没有什么证据 实时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呢? 我们也要等中方提出进一步的证据 当然大家看图 包括美国和日本合作 不同的卫星 或者在地面的接收站里面 有一些光学的望远镜 我们叫SSA这些卫星 日本和美国之间有一个捕据 例如日本智慧队 他们用宇宙航空研发开发的机构 一个SSA 是来自均纹两用的 另外美国太空监视网络 我们叫SSN 他们两边的数据 我们相信都是构合着来用的 美国现在设立了太空司令部 之后 也有营运着SSN 这个太空监视网络 可以这么说 日本的SSA 即是研发机构开发的光学望远镜 应该会令美国受益 美国的SSN在印太地区 其实的覆益不足 加上日本的SSA 我们相信美日的防务合作 是绝对有提升 令到整个打击的精度等等 全部都会再明显加强 说起日本 其实他们的太空探测任务 其实都真的多元化 包括他们之前 试过在地球距离1.8英里 即是1.8千万英里外 一粒叫龙公的小人星 他们就研究过 甚至乎派出 日本的NASA 太空总署中的 准料2号宇宙飞船 去到岩石上 直接降落 带样本回地球 在澳洲沙漠降落 然后带回0.1g sample 回来 其实当中的技术 你都需要 包括太空船 彈出的太空仓 大概在22万公里的时候 彈出来 比地球和月球距离 大概一半左右 即是一个分离 然后就返回来 蜜蜂艙 再开降落沙 其实跟载人的太空仓 回来差不多 不过就小很多 当然 这个任务 你见到日本 完美地 carry 给你看到 他们去做弹度导弹等等 火箭的技术 其实他们已经相当之好 差在他们的和平宪法 令到他们绑手绑脚 所以大家发现 他们在做200公里 400公里 600公里 900公里 这些问题 都已经不大了 亦都见到 他们去收集很多 不同的小行星 样本做一些科学研究 当然亦都可以推动到 他们军事技术的发展 这些小行星的探险 美国都有 有一架叫Osiris Rex 亦都去一个Binu 这个小行星上 採集这些样本 过多两年 其实都不需要 过多一年左右 就会带回地球 为我们的太空发展 例如 恒星的发展 生命当中 如何开始 和遥终结等等 亦都带给我们 很多不同的信息 Anyway 你看到日本 现在的太空政策 就定了 schedule 包括2020年代 探测月球表面 2030年 亦要离开地球和月亮 这个系统 进发到火星 这个基本上 和美国的NASA 都可以叫同步 日本如何搭着 美国的顺风车 或顺风太空船 可以一直向外太空发展 另外一个新闻 今天短打 也要说到乌克兰 大家也知道 乌克兰现在被俄罗斯 好像重重包围 有十一二万大军 包住乌克兰 而且乌克兰的兵员 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现在也向女性 征集 他们也是很新的 聖诞节前 一个新规定 18至60岁的女性 可以进行兵役登记 戴战时可以征召 当然不是全部人 例如如果女性有小孩 或是全职学生 甚至乎再劲一点 研究生 就算登记了 也不会召唤你出来 这也会有人性化的情况 理论上 我们现在看到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当然人数上和俄罗斯比 当然会差一点点 但现在征召卖女性 我们去看 你感觉立即和以色列 就像提齐一样 但其实也不是限于现在 即是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俄国入侵乌冬 斯巴顿巴斯的地区 其实他们都已经有些女兵入役 包括做一些 我们说Sniper 坦克操作手 后勤人员等等 他们也有做一些战略物资 运送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 现在乌克兰这边 战事可能一触即发的情况下 你将女性都纳入冰原的考虑也不错 其实女性有时除了前线冲锋陷阵之外 有很多岗位都很少有女性 例如协助训练 或者做急救 或者做后勤等等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员 不只是上前线握枪打仗的一班 现在我们去看 她们的女性官兵比例都很夸张 已经超过两成的状况 乌克兰也这么说 男人说句 很多都是美女 所以你不乏 你身边服役 可能整个连入面 就有一至两个美女 就在你旁边 亦都这么说 她们发挥在军队的角色 都越来越关键 刚才我们说到 后勤之外 她们都在前线 都有她的身影 有些步兵、军衣、追击手 即是我们所说的Sniper 都在这里 所以真的不可以看少 她们除了美女之外 她们本身在前线 都有很多事情做 另外有些可能是 试试采购、军事物资、装备 做一些运输等等 但大家都没看少 运输的角色一样危险 做偵察这些又是危险的 之前烏冬战事展开的时候 很多妇女都是自愿参加 这些临时民兵的组织 支援很多不同的战斗任务 我们叫做自愿营 其实原先她们可能是 一些的军事经验都没有 只是平民而已 只是自愿军 正正式式的战军 入面其实女性和男性 是一视同仁的 是无差别对待的 所以你一样要整日不洗澡 骚骚骚骚骚 一直捱着作战和打仗 都是很惨的 而且你见到 烏克兰政府都承认这些自愿军 他们的复役纪律 亦都被女性担任很多不同的战斗部 甚至乎 例如一些坦克、装甲车面炮手 步兵的指挥官、Sniper 其实Sniper可能女性做Sniper也挺好的 她们的定力等等 亦都不差得过男性 所以我们继续观察 会不会好像 以色列的女兵旁等出色 烏克兰女性都能够顶得上半边天 保家卫国真的没有性别之分 你见到烏克兰女兵 究竟可不可以让我们东方 包括台湾 在兵临乘下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呼唤雷胜入役 然后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 例如教你握枪、一些战术 例如小组里的指挥官 应该如何培育 以及他们如果在小型的兵团作战 应该如何处理 一些基本战术等训练 我觉得台湾都可以借鉴 不过当然东方人这件事 相对不合得来西方的普遍性那么强 所以政府的积极性 我们相信也没有那么高 Anyway 族愿烏克兰能够成功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俄罗斯暂时还未看到 他强烈入侵的意愿 也是以打仗来取得好处 谈判的形式比较多 不过作为国防来说 都真的不可以送鞋 好了,这一节 冠武短打就来到这里 大家也可以帮忙看广告 以及订阅我们的youtube和patreon 同样频道 另外,大家也可以货金支持 我们的广东话军事频道 我们要每天为大家军事放松 可以透过恒生银行payme 和转数快支持我们 海外网友 如果你只要听广东话 或者在学广东话 相当恭喜你 很好的语言 可以透过paypal支持我们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说回日本人登月的看法 乌克兰当女兵的看法也可以 好了,我们的节目支持Larry 我们在其他世界房的消息再见 拜拜